应该讲从这个移动互联网的快速的兴起 传统的运营商在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从企业内部发展来讲 这种多元易购的这种数据系统 那么传统的烟囱式的建设 给我们企业的资源造成巨大的浪费 那么造成这种成本运营成本偏高 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建设统一的数据共享的 这种云平台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初衷 我们建设这个总值云的目标 是要立足成都服务四川 辐射全西南的高效自助 基于分布式构架的云资源管理中心 那么从私有云建设方面 我们首先构架了基于大服务的应用系统 那么逐步再提供到基于集中运维的管理系统 未来我们还要将我们所有的短信彩信等业务平台 迁转到我们的私有云上面 使之成为我们整个公司 IT支撑的主力的一个平台 那么在公有云方面 我们提供中小企业的IT解决方案的CAS平台 和基于智慧城市的在SaaS层面的应用 那么提供整套行业应用的解决方案 我们知道华为是一家具有创新精神和开放合作 心态的高科技公司 这有助于我们去整合产业资源 那么提供完整的企业云的解决方案 其次华为具有企业云解决方案 整体的咨询规划设计交付的整体能力 在整个项目合作中 各阶段都给我们提供了优质的支撑 华为公司具有很强的数据中心产品的 构架的设计能力 那么能够提供服务器存储网络虚拟化 安全整体的数据中心产品 并且为我们四川联通量身定制了 基于云需求的数据中心的基础构架 在整个四川联通总指云建设的项目中 我们与华为的合作非常的愉快 我们双方也期待在未来的更多的合作 为更多的企业提供更多优质的IT服务